四、五層高的村屋在元朗新田東震為隨處可見 其中一位村民民太的家正正有四層樓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形容部分原居民慘過住劏房 民太一家七口又是否真的逼過住劏房的一家四口呢 好像這幢村屋一樣,總共有四層,每層大約有180呎 像我這樣伸手的時候已經可以碰到牆身的兩邊 而他們的居住空間比公屋居民好少少 但相對劏房來說,他們的居住空間至少一半 民太家屋剛由一層改建成四層,事前亦沒有向地政總署申請 在夜樓下的東西,所以我一定都是這樣起 我手上這張就是由1972年港英政府頒發的集體官批地契 在上面是沒有列明這個高度限制 但如果居民需要重建的時候,就要向地政署申請重建批准書 按照地政署的條件去興建 元朗新田鄉鄉市委員會主席文治商和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都指出 大約在二十年前曾經發生過圍村大火 在之後的十年,每次舊居地原居民 向地政總署入址申請重建 但地政總署都以消防安全為理由不批 消防通道又批不了,迫著我這個改善居住環境 自己一直建屋都沒有申請,政府幾十年來都沒有去理 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就認為 假如鄉議局就集體官批地的發展限制 提出司法覆核,相信勝算不大 不是很一致的一些土地租約的記錄 但這不是代表它不是香港土地的一部分 既然是香港土地的一部分 是應該受到香港法律制裁的 不可能是因為你以前擁有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應該逍遙法外 所以從法理的角度去看,這些理據是完全不成理由的 至於新界人不滿,很多超過三層高的村屋已經建了二十幾年 政府都沒有理會,現在突然要他們測 發展局就說,由於政府和鄉議局就地契的法律喘息有分歧 這些村屋是否僭建,和政府有沒有追溯執法的權力 還要和鄉議局再討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袁俊浩報導